作为海军最古老的武器之一 舰炮曾经是舰船最重要的武器 只是步入20世纪50年代之后 舰载武器装备就发生了变化 导弹凭借着攻击威力大 命中精度高 作战距离远等优势 地位越来越高 相比之下 舰炮在对付高空目标 以及远距离作战方面 暴露了很多的劣势 于是有些水面舰艇在改装时 直接拆掉舰炮 换上导弹 但是需要注意 虽然舰炮在射程 速度 命中精度等方面 确实不如导弹 但是在两栖登陆时 较大口径的舰炮 是有效的对岸火力支援武器 具备可以长时间连续射击 投弹量大等优点 可以炮轰对方暗防的固定目标 还是值得改进升级的 比如美国FMC公司北方军械部 在1964年时 就在MK42型127毫米舰炮的基础上 开始改进研制127毫米的MK45舰炮 考虑到MK42型舰炮存在重量笨重 自动化程度低 可靠性不足等缺点 不能满足新的作战需求 在设计MK45型时 就把重点放在了减轻重量 提高可靠性 异于维修以及减少操作人员上 研制成功的MK45型舰炮重量仅有22.5吨 操作人员也减少到了6人 机械结构也有所简化 提高了可靠性 而且便于维修 但是其发射速率则降低到了20发每分钟 从世界范围来讲 MK45型舰炮的射速其实是有些慢的 其实只有20发每秒 比如意大利的奥托梅莱拉同样是127毫米舰炮 轻重量型的射速达到了40发每分钟 当然如果综合平定 MK45型舰炮还是要略胜一筹 因为其自动化程度较高 弹药被送入下扬弹机之后 再传输到弹鼓 随后由引信装定器输入信号 之后再进入上扬弹机 最后则是送到上层结构的炮弹拖架 填入炮管尾部 然后就可以发射出去 其中整个流程几乎全部都是自动化完成 几乎不需要经过特殊培训 同时其重量很轻 只有22.5吨 适用性更高 而且在弹药的储备上 MK45舰炮的备弹量是400多发到600多发 不同战舰准备炮弹的数量也不同 比如伯克级驱逐舰使用的储弹量为680发 上面提到的奥托梅莱拉 它的备弹量只有475发 其另一点的优势就是炮弹的性能 MK45舰炮的可用弹药有多种型号 比如机械引信弹 电子引信弹 以及照明弹和烟雾弹 既可以打击地面目标 也可以打击空中目标 当然这主要是由炮弹的类型决定 配合其宙斯盾系统 MK45型舰炮 完全可以做到直哪打哪 完全不必担心空炮的问题 不过MK45型舰炮最大的优势还是试装性 美国海军尝到MK41型模块化的甜头之后 将MK45型也设计成了通用型舰炮 伯格利级技术舰和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皆可使用 并且在之后的改进中 优势也相对明显 需要修改的部分只占15% 其改进型MK45 MO-D4 其深管的长度从54倍口径增加到62倍口径 经过改进之后 炮狗的动能从10M焦提到18M焦 使得50公斤重炮弹的最大出速提到了853米每秒 最大的射程也从24公里提到了116公里左右 在此射程范围内预计的偏差只有10到20米 但射速依旧没变 同时美国还为MK45舰炮配备了新型炮弹 比如增程制导弹ERGM和弹道增程弹BTERM等 采用了惯性加GPS联合制导 那么MK45舰炮与俄罗斯的AK130双管130毫米舰炮相比 二者熟强熟弱 AK130舰炮的研发时间非常早 在20世纪30年代时 苏联就研制了第一款50倍径130毫米单管舰炮 并在50年代时将其升级成了双管 在此基础上 苏联在1970年代开始研制AK130型连装130毫米舰炮 配备了全自动弓弹和装填系统 射速非常高 AK130舰炮首次安装在俄罗斯大型导弹驱逐舰 现代级首舰 AK130舰炮的转运间由三个圆形弹架组成 每一个弹架上有60发备弹 共180发备用弹 在每个圆形弹架上 沿圆周排列10组弹 该炮最大的特点就是设计了一套 全自动弓弹与装填系统 射速要比MK45舰炮更快 单管射速达到了40发每分钟 大大提高了在有效射程内的毁伤概率 其最大射程29.5公里 AK130舰炮使用的是整装式破甲高爆弹 配备了三种引信 包括机械和电子引信 其中F44型炮弹可以击穿30毫米的均质装甲 主要用来攻击地面和海上目标 用于防空的炮弹则有两种 使用远程引信的ZS44炮弹 和带有雷达引信的ZS44R炮弹 二者的优点都摆在明面上 而缺点也十分的明显 而且还有一个共同的缺点 那就是炮口动能小 有效射程近 这对作为海军水面火力支援的武器来说 23公里的射程是绝对的不够用的 俄罗斯的AK-130双连装130毫米舰炮 太过于笨重 安装重量高达94吨 甲板以下部分的安装深度达6.2到9.4米 所以该炮只能安装在大型驱逐舰和巡洋舰上 试装性较差 所以在2000年之后 俄罗斯就在AK-130的基础上 推出了A192单管130毫米舰炮 在重量上只有AK-130的四分之一 可以装在中小型舰艇上 相对的最大射速降低到了30发每分钟 其搭载的光点模块最大探测距离60公里 可同时跟踪四个目标 使用的炮弹与AK-130一样 同时还配备了全新的射击指挥系统 对空中目标的反应时间为5秒 对水面或地面目标的反应时间为10到15秒 MK-45舰炮则是炮口出速较低 影响了该炮的火力密度和对目标的毁伤概率 而且制导导弹丸和药桶是分两次装填入塘 发射速率又要降低一半 每分钟只能打10发 所以在火力压制射击时威力略显不足 其改进型号MK-45 MOD-4 使用了更为坚固的材料 并且可以发射ERGM 也正因此如增加了火炮自身的负载 火炮的重量比MK-45 MOD-2 增加了约10% 同时为了减少雷达反射截面积 炮塔外壳进行了逆踪射击 它的权重为24吨 炮口出速提高到了853米每秒 如果要问哪个最强 其实答案不一 二者在一定程度上是无法分出优劣 因为其射击思想都不相同 俄罗斯的AK-130舰炮追求提高突击射速 而美国的MK-45舰炮 则是以提高射击精度和可靠性 但是硬要选的话 那就是MK-45舰炮 不要问 问就是有名 值得一提的是 虽然设计理念不同 但二者的目的都是一样的 那就是提高舰炮的毁伤概率 只是都无法适应海空一体化战争 目前利用新技术扩大舰炮的使用范围 发挥其多功能作用才是正道 对于舰炮而言 海上水面火力支援 对岸轰击已提高诸多兵种的战斗力 同时能对敌方的军事通讯和电子设备造成威胁 在水面战 防空战时提高自身的生存率 这就需要舰炮进一步提高射程 精度和反应能力 从总体结构上要隐性轻型化 具备快速跟踪的能力 以及可靠的弹药选择 输送与发射功能 并且还要改进弹丸的终点效应 当然像什么模块化 分布式技术 垂直发射技术 以及电子发射等新的发射技术 就更不用说了 就是板上钉钉的事 而且我们可以大胆预测 未来的舰炮系统或许可以利用计算机技术 现代控制技术 仿生技术等模拟人类大脑的某些智能活动 从而形成一种理想的现代化舰炮系统 能够判断识别目标 能参与战术决策运筹 可指挥各舰炮分火 集火 并且对不同方位的目标射击 能适应顺心万变的海上战况 按最优化试验攻防 能在舰炮局部受损或者故障时自动检测 并显示出来方便快速修整 迅速恢复射击 对此各位朋友是如何认为的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评论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本月 直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